谁晓得大数据也会说谎 所以我提醒大家 数字虽然是客观的 但是数字也会说谎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谈谈大数据 由于大数据几乎已经是覆盖 至少是整个北半球 大家说那南半球为什么没说大数据呢 老实说南半球有些地方还真的还没覆盖到 尤其是大洋洲 不过南半球如果是拉丁美洲 再加上澳洲 他们当然也被大数据给覆盖了 但我们紧抓的问题是 大数据真的可以统治全世界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美国就会运用这个大数据的手法来统治全世界咯 最简单的是美国还有好几个重要的软体 是可以完全读到所有的讯息的 包含油管也就是YouTube 也包含脸书也就是Facebook 然后还有许许多多的社群软体 例如跟它连接的有些虽然不是美国所发展发明的 可是你仍然会用到它 比如说LINE 比如说WhatsApp 或者是Telegram等等 那么我们要探讨的是 大数据真的可以统治全世界吗 答案是不行 那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领导人 这么多的公司 喜欢用大数据来做各种政治分析或政治操作呢 老实讲 大数据确实有它的功能 例如 它可以知道 人的喜好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 在美国的大数据里面 他们曾经做出一个判读 这个判读是在一个小省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区块里面 在这个区块里面住了几十万的人 而这几十万的人里面 从大数据发现了 开某一种类型的车 这些人啊 他们紧密的和他们的投票行为有关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都固定的支持共和党 或固定的支持民主党 而这样的案例呢 就使得 许多拥有大数据的公司呢 让很多的政客乐此不疲 我说到这 观众们大概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 这话意思是说 这里面啊 是有很多的毛利的 大数据没这么好用 虽然大数据有些时候 会带给政客们惊喜 但是他没有办法 具体名义的控制到 每一个人细微的脚过去 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这样说吧 他如果是分析一个人的消费行为 特别是网路上的消费行为 但大致上是可以看出来 你有哪些喜好倾向 但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 因为人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网路上 还有呢 购买的行为或者是发表言论的行为 也不一定等同于这个人的全部个性 比如说他买牛奶 这个牛奶啊 有可能不一定是给自己喝 他很可能是做别的使用 比如说给他的猫咪喝啊 等等 那么既然同样一个行为 他可能散播出去的 或者是延展出去的 不一定是同一种目标的话 那他如何能断定呢 也就是说这里面就会有产生很多的误差 而这些误差 偏偏就会误导使用大数据的这些政客们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大数据真的会用的话 那么当年的希拉蕊 他难道不会使用大数据吗 他一定会用 可是为什么2016年的希拉蕊惨败 而且是到了开票以后 他才发现他惨败了呢 原因是他太相信大数据了 那么在台湾情况也是这样 蔡英文和他的幕僚唐凤 他们非常依赖于大数据 然而大数据反映出来的 真的等同于他们的了解吗 答案是错的 例如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都可以讨好台湾45岁到20岁之间的年轻人 但是光是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他们就做错了好几项的动作 而这些动作他们其实还是都根据大数据去研判的 谁少得 大数据大数据也会说谎 所以我提醒大家 数字虽然是客观的 但是数字也会说谎 如同一个人同样是赚5万块钱 但是他是一个人用还是20个人用 还是他要负责很多的债务 或者是他完全就不需要花半毛钱 5万块钱 原封不动的就存在户头里 他是完全不一样概念 可是你在数据上就只能看到这个人的5万块钱 这样你说你就知道 好用大数据的人恐怕会迷失在大数据之中 感谢你们收看